他是在一个初中老师吧 在初中里面做一个什么什么义务教员是干嘛的 有一系列他的消息 如果这个问题让大家有知道大妈的小道消息 就可以欢迎来我们的这个星际专区发帖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边留意一下 如果是有人把这个大妈最近的一个生活状况爆出来的话 那也是来分享一份 好这个比赛已经开始 这个应该是 这谁啊 这应该是火机吧 火机 小灵 小灵 小灵就远连在地图上方 可惜是个黄色 下面红色的是火机 火机已经被烤红了 感恩节已经过了吧 过了 就前段时间吧 那今天这个火机之前没有被吃 今天看来是要被吃了 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火机是什么玩意儿 火机不就是 是一个机啊 对腿好像比较长 是美国的是吧 应该是咱们这边没有 那是土机 油也不好吃 说是 他们估计也就一年吃那一次 平时根本就不想吃这个东西 一定要记住 今天是感恩节 要怀着一颗感恩内心吃掉这个火机 问台上也是有人问这个为什么火锅要叫做大摄哥 这个好像是在PSA上面那个流行起来的叫法 他们各种起外号 当时这个反正就是说他长得帅嘛 这还有人说某人是那个陈老师对吧 我也哪没看没看出来像陈老师 反正这个外号这个东西确实是你要起了一个外号 然后变成约定苏承的叫法了的话就很有成就感 所以说大家都想到争着去起这个外号 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夫陈 你说那个杀 杀人强是吧 哦不对是强人杀 这个一聊天又往看开局 好像都是12D狗吃 也都是进行开局 这个也是 这边有农民室多补了 多多多多农民 又偷了一个 那边好像也是 果然 哦这不是多偷的吧 应该是不是 一会看他的看狗吃好的 你虫懒就知道 两个人完全一样 嗯 这个经济也差不多 在侦查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火鸡是还没有完全的走到对方家里面去的时候就已经转向了 也是判断到自己的房子探偷的方向 不过还是去的比对手晚一点 这样的话他的虫懒就留的比较充足 狗吃好的时候刚好三个了 嗯 只有两个 第三个马上就出来了 咦 今天时间 他不补狗 那边也是 嗯 补两只吧 都是 现在应该都是在监察对手五边补狗 这样的话 看对方从老师慢慢的往前补的话 这样还是可以补农民的 看到狗了再补狗 对 会不会两人都补 我看你补 你看我补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发现两百人狗农民了 然后那个在于这的时候就是 还有那个狗食放的比较有慢嘛 嗯 就看着你开局 你这个狗食什么时候放 我就再多布莱农民 一拨路化瓢 嗯 然后结果就是你 由于你补俩的能力补多了 导致有一个探命的时候砍人口 哈哈 然后对方狗比怎么比你多 那波就守不住了 在这个玩意还是比较细细 哎呦喂 这这俩果然都没没补狗啊 嗯 到现在 比那偷嘛 谁会先补狗呢 我们来赌一把吧 对这个看欧币先看到哪边补狗 哎呦龙傻放了 龙傻放了 狗还没补狗 这也没有 行了 我觉得这个小林应该先出狗了 这个卵应该就是狗了 时间挺长的 真的是不出啊 是一个offload 天呐 哈哈 行 这到时候 飞龙傻好的时候补一拨狗 然后补飞龙 然后狗过去咬 哦 这火鸡先出了 哎 反正是二个矿 基里出的狗 哎 你也看不着 狗速都好啊 大家都是狗速好的 都是出狗 效率高 不错 好 这边被迫 是先多出了一些狗 是小林 现在已经补到六只了 然后火鸡这边的话 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补狗 还是说 狗既然回家的 什么家里面已经补了 这样才能够保证 自己能守住这波反扑 啊 又补农兵去了 就是 对于对就是 车子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补经济有自豪啊 来 现在都是经济状 非常有人满意 原狗数量完全一样 貌似是小林的狗要 还是差不多 可能要多两个 啊 后续还是有 对啊 去看拼操作如何了 这波 没有理由会打吧 哎 还在虚狗 哦 他是 这肯定也得打一波 他是不留飞龙那波的卵了 因为这种房子没有侦察到 而且他是把对方压在家里面的 所以有一个 封侦察的优势 对手也没有 尝一下吗 这样的 这样交换的话可就有趣了 正面他肯定守不住 那几个狗 正面他肯定守不住 那是溜狗的话 对面家里面也没放手 他没溜 他还是回来了 他觉得正面压力比较大 必须得回来 这个包夹可就够大了 这几个狗 大哥你还愣一会儿 你还慎着 那这一波被小林直接咬 时间就没了 也咬成面他了 很危险很危险了 现在小林已经基本跌跌剩余了 后面就是随便玩一玩 看一下人口吧 22对16 多6人口 4只飞龙 飞龙数量已经领先了 也是4只 这边的农民 傻得可怜了 4个 那况呢 也是直接就放弃了 采集 我觉得他这个点位 就是刚刚 他这个点位可能还比有点优势 对啊 就是因为刚刚才没播口 想溜出去 也是在正面完全没有办法 侦察到对方的那个 虚狗的一个情况的情况下 这也越详细的 好像溜出去 是比较的 好 这个貌似火机的飞龙要少一点 自杀也来了 哎呦 火机不操作了 找死了 在进行双线 不错不错 这波双线的反扶 抓了三个农民 咬了三个农民啊 哎还有 不止 哎可以啊 今天是翻盘日啊 天不翻盘都不好 可能够早的寓言 这边也是 没办法 这个飞龙数量确实太多了 人口差距实在太大 现在依然差了这7个人口 火机当时是讲那种狗的牵制 让对方的飞龙打不过自己 但是对方飞龙实在太多了 A都能A赢 所以说 没办法 哎 漂亮 装了一只了 小灵太二了 又两个狗悄悄的 小灵确实二大了 可行 可行 他这是 飞龙还是 他这是 来是来玩RPG了 来表现自己的 转飞龙操作 哎 这个要装了 装自杀 这边 哎 气 两个不换 这儿也呢 这还真不好说呀 嗯 这个小灵确实操作比较漂亮 那个 转不开水 哎呦 哎呦 刚刚夸完 他就连续悲壮 他想操作的时候 农民操作很漂亮 他经常不操作 这有点操不住 小灵 农民哪儿去了 狗突然定住了 以为他退了呢 现在就有意思了 哎 这就 肯定是小灵的 飞龙追着 这个火鸡跑啊 这场地的这个 啊 这操作 现在就好了 哎呦 还有一个 哎呦 还有一个 哎呦 自杀可要 行动好 这波操作很重要了 两个 速度是吧 好像差不多 很多感觉 嗯 这边还有两只狗 哦 不不 我就看一下 哎呀 这个这个东西不能掉啊 这东西 掉了 掉了就掉了 反正也没钱造 对吧 就一个农民 两个开始互换 互换 哎 我哎 这边撞上了 刚刚又撞上了 哦 这边没聋了吗 就一只了 这边好像有两只 哎呀 两只打赢了 一只 操作 好刺激啊 这个自杀如果撞上去 好玩 哎呦 两只 两只 不这么大优势 小灵打的 好刺激啊 今天的队伍队群 高四零 那个毕老爷 确实给毕老爷做铺垫的 都是电赛 宣布今儿比赛的风格 都是这种风格 结果这个 毕老今天玩本子 你看这个好笑 哦 啊 啊